大家好,現在是常識科新聞報導 由我,律師班陳建成 及律師班羅小臣為大家報導新聞 近日,世界衛生組織核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將加工肉列入為最高致癌級別 列為同香煙和披霜同級的致癌物 又將豬、牛、羊等紅肉列入為二甲級致癌物 火腿、香腸、漢堡、帕等 不單止是小朋友的致癌 有些品種仍是貴價美食 所以將這些食品列為同香煙和披霜同級的致癌物 又將豬、牛、羊等紅肉列為二甲級致癌物 難免引起大眾嘩然 根據世衛的報告 每日食兩塊火腿和一條半雞肉腸 患大腸癌風險可增加一成八 而每日食半塊牛扒 風險亦可增一成七 所謂令人安心的是 雖然世衛將加工肉和省煙同列為一級致癌物 同一級的殺傷力仍然有高下之分 按照世衛推算全球每年吸煙致癌喪者高達一百萬人 喝酒斷命數字是六十萬人 空氣污染二十萬人 而食肉致癌喪生者中 因紅肉而死者五萬人 因大量盡食加工肉而死者三萬四千人 數目遠不及吸煙致死者 其實市民不用反應過敏即時介育 畢竟食肉是人類的習慣 肉類能夠提供身體所需要的營養 介育不得其法 更可能會損害健康 正確的態度是應該正視風險 作出適量的調整 餐餐大魚大肉 滿足後腹之肉卻不利健康 是普通常識 世衛提供了科學根據和可量度的風險評估 供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食肉太多 可以適量減食加工肉和紅肉 吃點雞和魚等白肉 以及雞蛋和糕製品代替 出街買菜也可以多加留意 不良飲食習慣不單止損害 自己的健康 增加家庭看醫生的負擔 社會也承受著沉重的醫療開支 希望大家都可以學會怎樣減飲摘食 現在又到問答時間了 問題一 近日世界衛生組織核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將什麼類別的食物 進入最高的治癌級別 問題二 根據社會的報告 每天吃兩片火雷或一條半雞肉腸 患大腸癌風險可能會增加多少 問題三 近日世界衛生組織核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將豬、牛、羊等紅肉 已作第幾級致癌物 今日常識科新聞報道完畢 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